几个部门都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 和我们业务的时间点在往前搭建团队 目前来说我们会比较重点招聘的 就是智能驾驶 智能座舱 软件开发 AI相关的一些人才和专家 我们在9月快速地增长到近600人 所以还会保持这个节奏持续地增长 从今年的我观察情况来讲 薪资这块我觉得整体上大家都还不设限 就这些车企还是挺愿意给钱的 算法软件类的人才细分领域的这个人选 所能拿到的薪资也是到了这个历史高位 这时候这个人选它其实还是稍微有点犹豫 让我们比较差异的是 这单中有一家企业 就是智能源的车企 它直接在它的年报的基础上 直接加了100万现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